一个接着一个的变成改变世界的勇士 德瑞莎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本来已经算跟随主了 但是听到上帝的呼召 于是离开那个舒适的修会 进入加尔哥达的街道 走向最贫穷的人中间 就因着他这样的一步地跨出来 祝福了多少的生命 祝福了多少的生命 写出了多少让人感动的故事 德瑞莎没有讲过什么道 我听过她讲道 她第一次来台湾 1970年她来台湾 第一次拿到诺贝尔奖的时候 来台湾 我在中山堂听她讲 听她演讲 15分钟 15分钟 她每一次讲道就只有15分钟 她没有高言大字 她也不煽动人 只是跟着主走 跟着主走 走出了一个非常让人感动的生命 摩西跟着主走 走出了出埃及的故事 离西米跟着主走 走出了耶路撒冷城的重建 也走出了犹太教的大复兴 上帝说我不是来找大人物的 上帝就是来找我们这些什么都没有的小人物 我是小人物 但记住 我的信心不小 我是小人物 但是 我的心胸不小 我是小人物 但是我的爱心不小 我是小人物 但是我的影响力不小 我是小人物 但是我的人生 如黎明的光 越照越明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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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